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我们今天来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在讲 为什么慈记 棄手LiteAd 转投Telegram的怀抱 超强十四大特点剖析 我们来剖析一下 Telegram跟LiteAd的官方账号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在1月15号的时候 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慈记 他在他的官网上面去公告 请大家把那个订阅 以前的那个LiteAd的官方账号 全部转移到Telegram这个APP 那Telegram这个APP 他是从2013年就已经开始诞生的一个APP 之前我有使用过这个APP 好几年前了 可是当时用的时候 功能还没有很完善 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在用 既然很多人都没有在用 表示你的朋友也没有在上面 那你的这个通讯软体有什么用呢 那现在为什么慈记它全部转向这个Lite 从这个Lite把它转向到这个Telegram 我那时候就想说 Telegram不是纯粹一个通讯软体吗 就类似Lite通讯软体吗 后来我研究之下才发现 不是哦 Telegram它可以申请个人账号的 就像Lite一样的个人账号 另外它也可以弄成一个群组 好然后呢 它还可以做成一个频道 那这个频道就好像YouTube频道 YouTube频道是不是很多人可以去订阅YouTube频道 然后YouTube频道只要一更新新的YouTube影片的时候呢 所有有按小铃铛的这些人呢 是不是都可以收到电子邮件通知 说这个频道有更新新的影片啦 好这个Telegram 一样哦 一旦你订阅之后 那只要这个管理员啊 这个频道的管理员有发出任何讯息的时候 所有的人的Telegram的APP 全部都会产生这个讯息 就算你有一万个人或十万个人或一百万个人 哇可怕了 你群发了这个讯息 所有的粉丝就是所有的订阅户全部都会收到 而且完全免费 那既然完全免费的话 身为这个Lite at的这些商家 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件事情了 Lite at的官方帐号 从1月14号2020年的1月14号开始强迫升级之后 你的每一个月的这一个800块只能发送2500折 然后两万四千块 一个月四千块只能发两万五千折 等于说你的订户如果一万人 像我自己已经超过两万人 如果是一万人的话 你一个月花四千块 你只能够发2.5次 他事实上你根本没有发那什么0.5次的 你只能够发两次 所以啦 实际他们换算下来一个月哦 他们如果根据以前的群发的方法 依照他们的信众这么多 Lite at的这个订阅户这么多 好友那么多 他们一个月要花到六十几万 那要省下六十几万怎么办 好他们全部把它签到Telegram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讲到Telegram呢 超适合商家名人讲师来使用 像这个慈记他们就算是一个 他也不算商家因为他不卖东西 那既然他不卖东西没有商业行为 没有赚到钱 他干嘛还要花一个月六十几万去用Lite 没有道理嘛 所以他把它转到Telegram 那我们又想说 那Telegram既然对商家来讲这么好用 问题是一般消费者不会去用啊 那不会去用怎么办 那没有人安装的话 谁会收到你的讯息 这个思维模式其实不太合理 应该说我今天如果要发送一个非常值得 非常有价值的讯息给你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收 比如说我是一个股票老师 我告诉你哪一日股票会涨 你是一个投资者 你觉得我说的很准 你想不想收到我的讯息 OK啊 如果你想收到的话 请你下载Telegram这个APP就好了 那你要不要很会用它 不需要 你不需要很会用 所以你没有什么学习成本 那为什么你不需要很会用 因为你不是拿Telegram跟其他人来聊天 你只是纯粹要收我的讯息而已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你只是下载了一个APP 然后我全发讯息的时候 让你可以收到 所以对商家来讲 我使用Lite转换到Telegram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想办法让我的用户 我的订阅户很想要收到我的讯息 只要我发出去的讯息是有价值的 他们又很想收到 那他们为了要收到讯息 去安装一个APP 这是合理的 他们也容易接受的 这样就好了 好 订阅户 他们不需要去学习太多 Telegram怎么使用 他们依然用传统的方法 去使用他的Lite就好了 他们不用去管Lite 因为那是商家的事 同样的 他们不用去管Telegram怎么样使用 他们只要安装 就可以订阅 我们这种商家发送的讯息 这样就好了 好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我记得在2013年TelegramAPP刚诞生不久 因为朋友的邀请 我就安装来使用 但是台湾人使用的人不多 所以不久之后我就删除了 但是这几年Telegram的改版更新功能越来越强 一直到香港反送中运动 还有直接全体棄手Lite 转向Telegram之后 随着Lite的官方账号公告 在2020年1月14日开始强迫逐步升级2.0 越来越多商家开始关注Telegram 但是类似的APP很多 为什么直接选择Telegram呢 好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为什么不再使用Lite的官方账号 Lite升级了Lite2.0官方账号之后 群发费用大幅上涨 对于中小企业或个人经营用户 尤其是报新闻的啦 投顾啊 报名牌的老师来说 每个月798可以群发无限多则 有时候他们一天要发新闻 可能会两则三则以上啊 那现在一辆计价的话 月付8个人只能群发4000则 若以好有一千人来说 一个月只能发送4次 根本不够用 若使用最高用量每月4000块 可以发25000则 一天发一则也只能发25天 像我个人来讲 超过2万个定位来说 我每天发一则的话 一个月至少花6万块 花6万块以上 恐怖啊 瓷季改用Telegram是多少钱呢 1月15号瓷季报导 瓷季的Lite 官方账号全部转换到Telegram 这样子原本群发一个月 花60多万的费用 就全部降为0元 真的有魄力 对于官方来说 群发讯息本身行为并未盈利 纯粹为了发布新闻讯息 必须每天发 所以想要获得讯息的人呢 自己只要安装Telegram 就能持续收到免费的讯息啦 好 难道没有其他同类型的APP吗 有啊 那为什么Telegram是首选呢 因为官方公告 Telegram并不盈利 也没有广告 这是我们挑选Telegram 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它既然不盈利 没广告 就少了像Line这种 养套杀的行销方式 我们就会比较安心 未来我们可以持续使用它 除非这家公司倒闭 那版本很干净 因为没有广告 我个人研究并使用了 结果发现 手机和电脑 真的是无缝接轨啊 连手机打了一半之后 还没发送出去的讯息 到了电脑板居然也会显示出来 可以接着下去打 继续去打就好了 它直接显示出来 你之前在手机上面打的 还没有把它删除掉的 我们称为草稿 那如果是更换手机的话 资料怎么移转 好 放心哦 换手机也不用担心 因为所有的资料全部存在云端 不论你用哪一台电脑或手机登录 只要是用你的手机号码登录 都能够看见所有曾经输入过的资料 根本就是一个无限大的云端硬碟兼聊天软体啊 再来个人需要转移来使用Telegram啊 好 本篇主要真的群发功能来做比较 因为一般人并不是商家 没有行销的需求 对他们来说 更换聊天软体的学习成本太高了 也没有必要 尤其在LINE上面买了很多贴图的用户来说 怎么能够说换就换呢 更何况还有LinePay 有的没有的功能 已经绑住了我们的使用习惯 不过 如果你是常用来群发广播讯息的朋友 我个人强烈建议 真的可以学词记 把你的粉丝都搬到Telegram上面吧 事实上呢 有许多店家 为了让粉丝可以收到自己的群发讯息 而去开发专属的APP 花了数十万 少说便宜的要几万吧 但是成效不张 因为一般用户呢 不会为了想要收你的讯息 而去特别安装一个APP 毕竟手机的版面有限 不是版本写错了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你发的讯息并没有重要到 让我那么想要接收啊 OK 所以如果你发的讯息是人家很想收的 他一定会去安装嘛 比如说投顾老师发的讯息就不一样了 为了投资能够赚钱 而且也是付了钱缴了学费的 老师群发的讯息就是投资的名牌啊 在手机多安装一个Telegram就能够收到名牌讯息 平时也只是用来收讯息 并不是拿来聊天 根本不需要太了解 Telegram的功能只要安装好就能够收讯息了 对用户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学习成本 反正聊天还是要用Line就好啦 好了 简单说呢 一般人没有什么需求就不需要安装或学习 Telegram 那有需要群发的商家来学习Telegram就可以了 而想接收讯息的人呢 也不需要学习太多的Telegram功能 只要安装好并订阅商家的Telegram频道就可以了 好 那Telegram的账号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个 除了一般的通讯软体功能之外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建立群组 群组呢 最重要的是有管理员的机制 可以设定某个人不能发言 既然有管理员的机制 那就比Line的群组好太多了 因为Line的群组没有管理员 任何人的地位都是同等位阶 所以每一个人呢 他都可以进来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有人会翻群啊 有人会把其他人全部踢走啊 这个就是Line群最大为人诟病的缺点 可是在Telegram他在建群组的时候 他是有管理员机制的 你不可能来踢群 但是管理员呢 可以把某一个人设定成不能发言 而且可以把某一个人给踢走 这个比较类似脸书的社团 好 第二个呢 他可以建立频道 也就是这一篇文章的重点啊 频道就好像YouTube频道 就好像Line at官方账号意思是一样的 而且呢 他这个频道还可以分为公开频道跟私密频道 就好像YouTube频道 他可以把影片设成非公开 私密或者是公开的影片对吧 那这个频道呢 他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频道 一个是公开 大家都可以找得到 另外一种是私密频道 必须要给连结 给别人邀请进来 然后才能够 管理员才能够让这个人进来 这个频道里面 但是呢 在群发的时候啊 他可以把某个人拉黑 变成黑名单 让那个人不能够收到这个讯息 很棒吧 Line at做不到 Line at没有办法去封锁追踪者 让他收不到你的讯息 所以即便是同行你明明知道他混在里面 你群发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收到 你没有办法让他收不到 可是Telegram可以这样做 他可以把某一个人拉黑 那个人就收不到你的群发讯息 这是最棒的 再来 Line的官方账号 他就是等于Telegram里面的频道的功能 所以呢 要群发的广播组 你就建立一个频道吧 下面呢 我来分析一下 Line的官方账号 和Telegram频道的不同之处 我们针对频道来讲解 因为我们这一篇主要是讲 Telegram的频道 跟Line的官方账号 有什么样不同 这个功能比较表 在公开与私密方面呢 Line at的官方账号2.0 是完全公开 他比较类似网站 不可以封锁某个用户 不给他看 那Telegram频道呢 就刚刚讲的 可以创建公开或私密频道 那私密频道的网址 连结可随时撤销掉 让别人没有办法加进来 管理员呢 可以看见所有的订阅户 并且删除某一个订阅户 但是Line at没有办法 Line at没有办法 Line at看不见订阅户 除非订阅户自己跟你做私讯 你才看得到他 但是即便你看得到他 你也没有办法把他移除 你君发的讯息 他依然可以收到 尤其在现在已经涨价的状态下 如果对方没有主动封锁你 你发的讯息 他还是可以收到的话 那你就要花这笔钱 一辆计价嘛 对不对 所以很麻烦啊 好第二个 有没有电脑版 Line at官方账号 才有web的版本 但是没有电脑版的软体 那Telegram呢 他有web的版本 就是这个网页 然后他也有电脑版的软体 可以下载安装 在官网就可以直接下载了 他还有分为Windows版 Mac版 Linux版本 好在讯息置顶的功能里面呢 Line at他可以 Line at官方账号可以 但是呢之后加入的人看不到啊 对不对 看不到哦 可是呢 Telegram他可以有这个字顶讯息 而且是永久存在 后面加入的订阅户呢 可以看到 为什么 你把想象成他是一个脸书的社团 他比较类似脸书的社团 后面进来的人呢 他可以看到之前发布的讯息 就是这个概念 那你曾经发过的讯息呢 诶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发出讯息后可以处理什么样的方式呢 如果是Line at Line官方账号发出去的讯息 不能够删除 也不能够收回 也不能够去编辑 等于说你发错了 你只能够再发第二封 告诉他说 不好意思上一封我发错了 我相信各位应该说都收到过 这类的Line at官方账号发出讯息 对吧 然后不好意思我发错了 上一封发错了 对不对 可是 Telegram可以做编辑 因为就刚讲的 他比较类似脸书的社团嘛 所以发出去的讯息呢 你可以去做编辑 甚至可以把它删掉 也可以把它置顶 你把它删掉之后 后面加入的人 跟前面之前就已经加入的人 就看不到了 再来呢 可以群发的讯息类型 Line at官方账号可以发图文 影片 优惠券 语音档 问卷调查等等 Telegram他可以发图文 影片 还有一个更棒的 叫即时录音 跟即时录音 他里面有个按钮 按下去呢 就可以马上录音 放开 声音就送出去了 他也可以直接按下去 直接录影 对你录影 放开 影片就送出去了 而且 好下面我们讲 影音档的读取方式呢 Line at Line官方账号呢 他必须手动一个一个把它点开读取 好 比如说这个语音点开 好听听完 下一个语音还必须再点一次 可是呢 Telegram呢 不管你是丢影片档 刚刚的那个即时录音的影片 或者是即时录音的那个 那个音档 你只要点击下去呢 他就依序播放 上面播完可以播第二则 第二则播完播第三则 而且他中间是影片加上语音档 混杂在一起 都可以一路读下来 这个有点像微信吧 对不对 但是呢 微信他如果是你读完过 一次 你再按第一个 他就不会依序帮你读第二个第三个 可是Telegram可以 即使你读过一次 之后再来读呢 从上面点下去 读完之后 他还是会自动帮你读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就是即时录音跟即时录音的档案 他会依序帮你读下来 所以他适合什么 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商机 适合线上讲课 线上课程你把它录在上面 然后后面加进来的人 还是可以看到前面的课程 很棒吧 LINE ART不行 LINE ART如果你做完了这些影音档案 后面加进来的人 看不到前面发的 那你要再发一次吗 我多累啊 不行嘛 再来 一对一聊天的功能 LINE ART可以自由调整为机器人回复 或是一对一聊天而选一 那这个Telegram他不可以一对一聊天 只能够创建关联式的群组 让用户在群组里面互动 那订阅户呢 他只能够被动的接收讯息 最大好处就是我们不会有 不会有一些杂乱的讯息 比如说我今天只是纯粹一个发布讯息的管道 我不希望客户直接一对一回复我 因为我也不想要回复讯息给对方 所以他不需要有这个 有这个回复讯息给订阅户的行为 那他有好有坏 因为有的人他就是想要一对一互动 可是有的人他不想 所以如果我只是纯粹把这个 Telegram频道当成一个 纯粹发布讯息的管道 那这个功能就非常适合你 因为我就是想要纯粹发讯息 我不想要收到对方的回馈讯息 好这就非常适合你 再来群组的功能 Line官方账号呢 没有和群组做连接 没有和群组做连接 但是呢 Telegram这个频道可以连接私密群组 群组管理员和频道可以共用 可设定某个订阅户不能够发言 也就是说 我假设设定了一个频道 这个频道底下还可以再设定一个私密的群组 因为刚有讲啦 这个频道发送的讯息广播出去之后 订阅户不能够回复讯息 但是如果你有开一个群组讨论区 那他可以加入这个群组讨论区 然后在这个群组里面去留言 这是OK的 可是呢你是管理员你也可以去限制某个订户 他如果乱发言的话你就关闭他的发言权 他就不能够发言了 他可以纯粹用看的 或者是你直接把他踢出去 他就不在这个群组里面了 好再来是否可以新增多个管理员呢 可以那两边都可以 只是Telegram他赢了一点 就是他分级的功能阶层比较多 这个详细的 我们之后再去看 你自己试用过之后就知道了 再来是黑名单的功能 刚讲过LiteAd的缺点就是 他没有黑名单的功能啊 他没有办法把订阅户拉黑啊 所以他群发只能让所有人都收到 也看不见订阅者到底是谁 有聊天过的订阅者就算 你就看得到对方了 但是就算你封锁对方 对方还能够收到你群发的讯息 所以你一样浪费这个群发的费用 Telegram他刚刚我讲过 有黑名单的功能 被列入黑名单的订阅者 就不会收到群发的讯息了 再来如何新增订阅户 LiteAd官方账号 透过QR Code网址连结 搜寻他的ID 搜寻已认证账号的名称 来让好友订阅 那Telegram他一样可以设定 透过网址连结 但是他的QR Code必须 因为他是一个网址 他里面没有预设QR Code 你必须自己去产生 用QR Code产生器 直接把这网址拿去生成一个QR Code 就可以了 然后一样可以搜寻ID的方式 还有一个是 主动把联络人加进来 哎呦这个就恐怖了 LiteAd官方账号是 你必须把这个讯息丢给对方 对方愿意订阅的话 他就订阅 但是Telegram他是你可以 强拉进来 把你的联络人强拉进来 比如说你的手机联络人 有一千个人 那这一千个人 如果他们有申请Telegram 这个账号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 然后把他们点点点点 加入你的频道里面 强迫把他们加进来 好那如果你不想被加入呢 哦可以 但是在隐私权里面去做设定 好我们这边就先不讲这个 好可否主动 所以如果你想一件事哦 假设现在刚安装Telegram的人 他不知道如果去设定隐私权 不让你加入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把他们强迫加入你的频道里面 所以你如果不快一点开启频道的话 等到大家都知道如果去设定隐私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把他们加入你的频道里面了 你就没有办法自行去增加订阅户了 好话讲到这边就好了 如果你懂行销工具了你就知道 好为什么要赶快抢先 再来可否主动邀请用户来订阅 好不行 必须让订阅户主动加LINE帐号成为好友 这是LiteAd的规定 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Telegram只要在通讯录里面 就能够把联络人加为订阅户 除非该联络人隐私设定人不愿意被加好友 好群发人数 嗯 LiteAd官方账号没有上线 以量计价 这个之前就讲过了 那Telegram呢更厉害了 没有人数限制 就算你有100万个订阅户 也能够一键传送你的讯息 广播讯息好可怕 完全不用钱 再来一个 GIF动画LiteAd可以传送 但是他不会动 传送了GIF动画就变成静踏图片 可是呢 这个Telegram他传送GIF动画 他会维持原本的动画效果 好 以上14项呢 是最近我统整的一些重点 就是针对这些台湾好像有上万个 上万个 上万个还是 还是上百万的商家 我忘记了 还是上还是几十万个商家 在使用LiteAd的这些店家 你可以赶快去申请Telegram的频道 好 你先不用去管 这个用户到底会不会使用Telegram 反正你要想的是 我的发出去群发的讯息 能不能够帮助到这些订阅户 如果你的讯息 比如说我一本书卖399块 可是我这本书要免费送给各位 而且我利用不是书的模式给你 我是利用Telegram的频道提供这个资讯给你 你愿不愿意订阅 免费给你哦 你愿不愿意订阅我的讯息 比如说我是一个彩妆造型师 我有很棒的彩妆技巧可以教给你 你愿不愿意订阅 你在手机就能够看到这些教学影片 视频或是音频声音档 你愿不愿意订阅 愿意的话你就下载Telegram 你也不需要学习怎么使用 你只要负责接收我的讯息 点开来看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商家 你就赶快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是讲师赶快做这件事情 让你的粉丝去订阅你吧 OK 好这篇文章是我自己写的 那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真的不错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也教到你 甚至如果你觉得你将来还想要收到更多 Telegram的使用方法 请订阅我的网络行销8点档 这个就是我的Telegram的网址 你这个Telegram的App下载完安装完之后 你点击这个网址 你就可以免费成为我的订阅户啰 OK 我是刘奶爸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